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进击投资解密》 我是Paki 今天的主持人 和大家一段时间再见 都是一个新年快乐 过完年后都见回大家 亦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 但刚刚新鲜鬼热 出了一个财政预算案 当然今天的主题 并不是焦点这一件事 但都提提大家 有些比较多焦点上的措施 就可能在撤辣那里 可能都很快讨论一下 看看那个撤辣了之后 究竟对一些地产股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企业因素 主要都是想 可不可以提升楼价 我想跌得都颇厉害 有很多加息等等的环境因素 之前有辣椒等等的 还有可能会继续一些业绩 待会就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好 那你... 我们先进入一个指数 好吗? 好 我们开一开电脑版面 没操作 你按了 指数呢 OK 我要按这个 是的 那指数呢今天都是... 这个是... 是的 是... 是... 谁改了 哈哈哈 OK 这个都不是指数 等一会儿 来着 这里 是的 今天指数都是继续走低 低开高走的 但是都是你见到 比较上影视很强 很高 即是去到昨天的中间位置 16,700点左右 就没力了 基本上都是撒下去 我们可以爆一爆个 图仔看一下 他走势是这样的 嗯 即是这两天的预算案 当日 以至到今天 你觉得指数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 会不会守住 那个十天线 为人关重要呢 因为今天都叫做 贴着十天线去收的 嗯 是的 那你说... 其实说真的 即是你说叫做近期 即是我真的觉得 其实港股其实都很满 因为没有什么消息 即是除了你说前排新年 叫做炒过一转 说今年那个春节的经济比较... 即是消费比较暢 之外 其实你见到之后 即是一路以来 其实市场都在等三月份 即是你说这... 嗯... 这几天开始叫做出一些大股的业绩 那都叫做一些东西 看看啦 那但是你见到 港股其实的基本面 就说因素上 始终没有什么说很大的... 嗯... 方向性啦 即是没有什么说利好 或者利淡的消息出来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都在等两件事啦 即是一样就是叫做... 下个月啦 即是中国都会 出一些的宏观经济数据啦 一、二月一起出的 是的 那另外就是两会啦 大家都在期待... 即是两会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 会出来了 那所以见不到 其实你说市场都... 暂时见到啦 其实你说来的一段时间啦 那我想就可能炒住一些业绩为主先啦 那但是... 之后大家就会去回关注 即是两会 或者是一些... 经济数据消息啦 那所以你说... 你说对于港股 即是叫做短期的市况啦 那我始终觉得就说... 港股来说啦 因为你说都没什么消息上落啦 那我自己倾向都会觉得就是说 港股应该来的一段时间啦 那都应该都是集幅暴动为主啦 即是... 可能个点数可能就介乎... 可能... 一万六千二日至到... 一万七... 一万七这个区间叫做上落住先啦 那尤其是你见到就是说... 可能昨天出了来... 除了切辣之外... 那其他东西... 即是你说... 派档那些就叫做... 没了很多啦 那今年又没有消费券啦 那或者是... 叫做可能多一点的就是... 加这个烟草税或者放烟花这样啦 不知大家觉得惊不惊喜呢? 对啦... 惊喜...放烟花... 对啦... 这个我觉得就... 我见大家的那个感觉都是有少少觉得... 浪费啦 作为立法人觉得... 嗯...都是浪费啦 最重要... 目标人物好像不是在我们... 是啦... 即是讲香港市民身上啦 是啦... 放给我们看是... 其实就... 是啦... 即是那些啦... 是啦... 或者是... 可能讲多一点切辣那样东西 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的确是叫做令市场有点惊喜 因为... 其实之前... 你说之前一些大行的预测啦 预计它会在那个辣椒那里会有调整 但是没想过它是... 一刀切... 一刀切全面切完的 嗯... 再加上就是说... 同一日啦... 就是叫做... 金管局啦... 也都宣布就是说... 加大... 可以加大国安建成数 还有就是叫做取消那个压力测试啦 那这件事情我想都是令到市场... 就是叫做... 不算是... 就是一定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来的 是啦... 对啦... 起码你的成数更多一些嘛 可以做七成的 是啦... 那当然啦... 就是你说... 一个很短期的效果一定是... 就是说... 叫做... 对于本岸楼市... 就是... 我自己都会觉得啦... 就是你撤消了个案... 就是确大提升个案件成数啦 那我想就说... 可以令到一些本身... 那个经济能力... 不算说... 非常之好的... 就是叫做买家考虑可以... 入市啦... 是的... 那取消压力测试也是啦... 那但是当然啦... 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又显出了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啦... 取消了压力测试是不是代表银行... 愿意借钱给一些... 可能一个... 收入能力不是那么高的一个... 叫做... 叫做... 想做案件的人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 又要想的喔 是的... 就是... 你不用压力测试而已 不代表银行会想借给你的喔 是的... 是的... 就是因为银行本身... 你跟银行做案件的... 其实... 就是银行其实都会承受... 就是银行借钱给你... 你都... 其实它都会承担一些风险 如果当你真的还不到钱的时候 是的... 那... 那么当然啦 就是你说我... 就是你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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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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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的一些措施 当然你说短期... 就是我怎么都会觉得... 就是你说楼市的交投量怎么都会叫做好处 就是今天其实已经见到一些消息就说 诶... 有些地区已经开始有些成交这样 是的... 那... 还有我想在... 叫做有些成交底下 就是那个需求会好一些 那我相信... 你说楼价的那个下调那个速度 那可能都会放慢一些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 效应其实都是比较短期一些 那始终你会见到... 现在困扰住本地楼市的都有... 呃... 不少的不利因素啦 那...包括就是说... 呃... 美国那边其实... 那个息率还是比较一个高的水平啦 呃... 你说到... 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应该要到... 叫做今年的... 可能下半年或者是六月份左右 才会开始减息啦 那... 这件事就... 呃... 似乎还会继续困住楼市啦 那...还有第二件事就是说... 呃... 大家都知道啦... 过去一段时间啦... 就是因为... 那讲那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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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就是香港的经济不好啦... 呃... 很多发展商其实... 这个推办速度是慢了很多的 那... 在这个推办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呢... 那... 其实那个... 叫做... 一手楼的库存其实都挺高的 挺高的啊 是的... 是的... 那...所以... 你说...哦... 要消化一些库存... 你说... 哦... 我又觉得不会啦... 是的... 除了讲... 呃... 过去一些推盘比较慢的情况之外啦... 那... 其实... 呃... 大家没忘记... 其实就陆续都有一些新盘的落成啦... 那... 那你新盘的落成就... 就是继续令到个供应增加... 那你说... 会不会很快地消掉... 这些本身的库存... 和一些即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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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其实都... 即是... 很明显就会觉得... 即是... 那样的效应可能未必有... 即是... 切辣的效应未必有... 我们想像中那么大啦... 是的... 那... 还有我想另外一方面... 即是... 即是... 就... 其实... 你说看回一些... 叫做... 地产股的一些... 叫做... 走势啦... 那当然你见到就说... 他一... 叫做... 之前... 其实他一个... 财政院上宣布切辣的话呢... 你都见到就说... 那些地产股... 当日是立即打起了的... 是的... 但是你见到呢... 譬如好像16号啦... 或者是113啦... 那你会见到... 是的... 哇... 即是... 即是叫做... 即是叫做昨天啦... 开心了一天... 是的... 开心了几个小时... 可能是... 是的... 那你就会见到... 即是收市当时的上手影线都很长啦... 即是... 其实大家对于... 那样东西... 其实都不敢抱那么大的期望... 即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 是不是切辣就可以解决到楼市现在的... 叫做... 这个问题呢... 那很明显... 嗯... 始终的刚性需求不大... 是的... 因为我会觉得... 就始终... 为什么那个刚性需求不大呢... 那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其实都有一个上车的需求在那里... 只不过是... 本... 香港的经济不是说特别好... 内地的经济又不是特别好... 那... 大家对于... 即是未来... 即是... 或者一个供楼的负担... 或者对于... 未来自己的收入... 不明朗性是高的... 那... 大家就会想... 啊... 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去上车或者置业呢... 是的... 即不是只是买那一刻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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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是的... 嗯... 所以我想... 即是整个预算案... 随意都说... 即是希望在做好了经济之后... 即是为一个... 他想做到的事... 嗯... 所以都很多... 看到他的策略上... 未必在民生上面搞... 嗯... 嘴硬得太多... 即是会派堂那样... 都... 都不叫派... 基本上... 没有啦... 多个... 是的... 嗯... 这个就在预算案抽起了... 就是在减辣这里... 听了一点... 嗯... 如下那些... 即是有机会我们再... 就在节目上再讲了... 那...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 我们今天地产股就见到... 就可能... 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嗯... 未必是那么快可以设立... 嗯... 就可以是... 就是改变到... 嗯... 即是港股地产股的... 嗯... 反而我们先注重一下... 你所说的... 这是业绩股... 嗯... 业绩有几个... 第一个可以先提的... 会不会是港交所先提的... 嗯... 港交所380... 都叫做是行得不错的... 我们可以... 按一按先... 好... 好... 业绩出来了啦... 那我等... Bever可以看看啦... 嗯... 我见到今天的走势呢... 跌幅叫做收窄了... 嗯... 站住了... 在240元... 这些的边位啦... 那其实... 他... 你见到都是... 我们可以画一条水平线啦... 嗯... 大家会容易看的... 有些像分水靓的啦... 这里都碰过一次的... 嗯... 当时去到1月16号... 就打穿了啦... 嗯... 之后几经辛苦呢... 慢慢叫做... 召回上来这个位置啦... 而... 今天呢... 即是... 最近又出了个业绩啦... 嗯... 都叫做是做得几不错的... 在地勢季上... 嗯... 在数字上... 你可以再评好一下大家啦... 那是... 是... 那是... 那你说港交所... 即是... 我都主要讲第四季啦... 嗯... 那见到第四季... 那个收入就下跌了... 即是按年下跌了7%啦... 去到49亿的港元啦... 是啦... 那至于你说那个... 嗯... 叫做... 盈利啦... 那盈利就是... 叫做... 大概是26亿港元啦... 第四季这样... 其实你会见到就是说... 嗯... 很坦白说... 嗯... 那收入和那个盈利呢... 都是跟那个市场预期呢... 差一点点啦... 差一点点啦... 就是它不是失败得很紧要... 但是... 就是失败了几个%... 那就是... 但是我会觉得... 几个%你当它是跟市场预期可能... 嗯... 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就是说... 本身你说港交所那个... 就是那个公司啦... 其实本身透明度是高的... 就是你说要预测它的业绩... 其实我想... 都不会说差得太远啦... 因为其实说真的... 每天的成交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每... 或者是... 过去一段时间... 有多少新股... 大家... 都会... 就是大概知道啦... 那但是... 唯一就是... 你说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都见到啦... 就是你说港交所啦... 都很厉害的... 就是它在这个... 这麽波动的市场环境下啦... 那就是做了很多的... 叫做定存啦... 叫做定存啦... 令到那个投资收益呢... 是做回好一点的... 是的... 但是... 你说... 就是港交所的前景啦... 那我想就是说... 可以看一些数字去比较一下啦... 那你会见到就是说... 叫做第四季啦... 那它其实就出了个数字... 就是说第四季... 就是港股的... 就是成交... 平均日均啦... 就是... 910亿左右啦... 那... 我自己就... 就是叫做... 做了少许功课啦... 那我去彭博那里... 看回... 就是叫做... 港股... 叫做第一季啦... 那现在我们第一季过了三分二啦... 就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啦... 那由1月1号到今天... 2月29号啦... 那我见到其实... 那日均成交呢... 其实就大概... 930亿左右的... 是的... 那大家其实就看到啦... 其实你说... 这一刻提啦... 就是930亿这个成交... 和... 910亿个成交... 其实都是差无几这样啦... 是的... 那... 另外一方面啦... 就是你说... 叫做... IPO的数目啦... 你先猜猜一下... 这个第一季有多少个新股上市... 猜猜一下... 第一季啊... 是的... 第一季啊... 2个月... 30个有没有... 不... 这么乐观的... 如果有... 30个我都很保守的... 是的... 但是... 那实施措置是5个啦... 真的不好意思... 是的... 就是太少留意新股啦... 是的... 那不要紧... 但是纯粹是... 就是... 起碼跟我们的看法都很落差啦... 是的... 以往你不会那么少啦... 是的... 其实你问我... 对比回以前... 对比回上几季都是差不多啦... 是的... 就是你说可能... 上个一两季多的话... 可能有十几个这样啦... 是的... 但是现在第一季... 就是过了三分之二就... 叫做... 在主板挂牌的新股就有5个这样啦... 是的... 那... 我想其实... 这件事都说了不止一次... 就是说... 港股的新股市场... 就是我觉得啦... 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 就是冰封的状态啦... 就是你说... 又没有一些焦点的股份来啦... 就是说第一季... 其实上的一些公司... 其实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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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说... 在... ... 就是... 你看到第一季... 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 大家其实都会预示到... 就是... 究竟... 港交所... 即是... 即是... 上升空间可以有多少呢... 那... 其实... 我... 我... 我觉得... 你说... 你说... 以现在的成交... 或者新股市况... 那麼我始終也會覺得就是說 我預計啦 其實你說股價還是繼續維持著 可能在203到206 這些位波動 是的 就是不會說有些什麼 就是看不到它有些突破的誘因 就是你起碼我會覺得 你起碼日均成交 就是上回可能1200、1300 甚至接近1500 我覺得才有些向上突破的可能 是的 但是直至於都看不到 但是既然是這樣 短線的誘因又不大 是的 但是在於防守性來說 會不會還繼續下跌的可能性又會不會很大 你知道有些朋友仔都比較喜歡這隻股票 是的 我這也叫做近年裡面的低位 當然最低見過220元左右 但是會不會是一個已經是比較好 你覺得它的股值甚至會不會都可能繼續向下跌呢 是的 那說回你說現在港交所的股值來講 那其實現在港交所的股值就大概都是24、25倍左右 是的 那其實你說 現在30 什麼 就是PE 是的 我就看如果你說 forwardPE 就是我在彭博看過 forwardPE 就現在大概是25倍左右 是的 那你說其實港交所你說過去十年平均其實都在說35的 是的 那當然 其實你問我了 我覺得現在這些在港股一個比較弱的時間 其實說股值參考意義其實真的不行 因為好坦白說所有你說股值殘的股票呢 其實就是比比街市啦 就是你不要說港交所 我隨便說一些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美團 你看看那些股值就知道 是的 那時候大家都是股低的 是的 那基本上就是在港股這麼差的市況 在港股都很難找到一隻overpriced的股票 所以你說股值其實當然低啦 那譬如我們剛才提過的一些地產股 即是本地地產股 就是過去一段時間說跌了這麼多 其實現在的股值一定超值的 是的 就是很久沒試過這麼低的水平的 但是代不代表股價有一個很強的 即是我覺得股值從來不是一個叫做推動股價向上的一個誘引 即是特別是不會是短線可以這樣發生得到 或者是時況差啦 明白明白 那這個就是交易所啦 那另外還有哪一隻 即是你在留意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業績股 是不是還有一隻 百威 百威 是的百威這隻 那我講一下百威 那我見到其實叫做剛剛出了業績之後 那都見到是叫做差的 是的 你會見到是今天的股價表現差 那當然股價表現差都不多不少 都跟它第四季業績 那我都覺得都是跟市場預期是有點落差 那我先講一講大數 那我見到就是說 去年的第四季 那我見到公司的收入 就增長八九的巴仙 去到叫做十二點九億的美元 那另外你見到就說正常化的利潤 就規轉型就三千八百萬美元 那你會見到就是說 不論是收入或者經調整的盈利 那我想就都跟市場有個挺大的落差 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 看到它的毛利率 其實市場在估計去第四季 那大概會接近五十的水平 那最後出來了只有四十七點多 那我想這就是盈利 就是叫做預測比較差的原因之一 那當然啦 另外一方面 你說為何百威 叫做出了業績 會做得那麼差 我想其實除了說數是錯了預期之外 那我想大家對於前景都是有點存疑的 那為何會這樣說呢 那你會見到就是說 叫做過去幾年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啤酒股一個很強的增長動力 就是來自於一些高端化的產品 那其實叫做買得越來越好 就是大家都追求一些好喝一些 或者一些質量高一些的啤酒 那但是叫做 那我想就說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就是說 現在內地經濟不好 那當然高端化的啤酒 都繼續有它的 有上升的空間 有上升空間 但是同一時間 可能一些中端或者低端的啤酒呢 應該說是這樣的 一些消費者本身可能喝中端的啤酒 現在他們傾向因為消費港級 可能就買一些低端的啤酒 那你說就是多了買一些低端的啤酒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都有可能 叫做影響到公司其實那個 ASP 的水平 是的 那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 見到就是說 公司叫做都給了一些指引出來 那有知八威其實就是除了中國業務之外 其實他都拉了一些亞洲的 韓國的業務啦 那其實他都提到就是說 預計今年的第一季度啦 那那個 韓國那邊啦 那預計那個叫做加價 應該都不會加價的啦 是的 即是加價無望啦 或者是他對於第一季中國第一季的銷量的指引 那其實都是給了一個負增長出來的 是的 那他預計都會有一個低單位數的跌幅這樣 那個銷量 是的 那我想這些東西其實都叫做 令到就是 我想大家都叫做失望一點點啦 是的 因為除了剛剛第四季的業績做得不好之外 那第一季的guidance 就是你看到他就說 預計中國的銷售跌啦 又說韓國沒有得加價 那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 可能接下來那個 生意難做啦 生意難做啦 是的 那都比較難一些啦 是的 那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都令到大家對於那個 可能業績啦 叫做有些保留這樣 是的 嗯 那即是這個也是又是一個 始終大家在喝啤酒 即是好像趕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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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買漏一樣的樣子 就是大家的氣氛啊 荷包不夠啊 是的 沒錢賣咖啤酒 那你說啤酒來講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其實消費市場就很有趣的 因為呢 你剛才就是 我有提到啦 就是說高端的啤酒其實呢 Gonnaxion都會預計啦 今年會繼續有增長的中國市場 是的 是的 但是反而就是擔心一些 消費者本身由一些中端的啤酒 轉到去低端的啤酒啦 那我想這個反而是那個比較 即是 怎樣說呢 就是說有錢的人可能他會繼續 願意去買一些貴的啤酒 OK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更多的人呢 可能由中端轉到低端 我想這個才是一個問題啦 但是本身白威其實他的定價 或者啤酒來講啦 嗯 他也算是中低端的 應該是這樣的 以我們 你問我 即是以我們的一個可能平時在香港喝啤酒啦 那當然都會覺得 這些白威也不是特別貴啦 是的 如果你說對比回內地一些低線一點的城市 那就可能 不開名啦 是的 因為其實內地都會有一些地區啤酒 即是那些地區啤酒 即是你說比白威來講 去過那些就可能賣便宜很多的 嗯 是的 那當然我都曾經 明白 你說去過內地都喝過一些所謂叫做地區成的啤酒啦 有點像 給水多一點點味這樣 是的 即是他可能比較稀一點的 當水喝喝的 是的 當水喝喝的 啤酒當水喝喝 是的 即是可能有些地區的啤酒 可能真的不是說追求一些很靚品的啤酒 可以純粹 其實都 要那種爽的感覺 是的 有些涼的入口 是的 即是類似那些 有些泡的 是的 OK 那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叫做 是的 即是大家的一些憂慮 即是始終消費上面有些叫做降低下去 是的 即是我想這個在內地都明顯的 是的 嗯 那這個就是百威 剛才說的一些前景上 聽下去就是都是繼續一個 一個比較難搞的一個情況 是的 即不是一個很短期可以見到的 今天還要大成交 甚至是大陰燭 即是我們可以看一看圖 即是右邊的圖 我看一看 就是這個大成交就是這一支 這個位置就是12元6元8元 這個就是非智能對盤 那見到的成交就是剛剛今天就是收在這個位置 那看著現在關鍵位置 那還有是不是還有一些業績股 就是還有少許時間 那我還有講講就是 分量多一支 百度 因為我想都多人會留意 即是在大型的科網股 那你會見到其實第四季 那說回一點點 是的 那你說第四季 那見到其實公司的收入 那第四季就同比增長6% 去到350億的人民幣 那至於那個經調整利潤呢 就78億的人民幣 那你會見到就收入就跟市場預期差不多 那但是就見到那個經調整利潤呢 其實就都比市場預期的 是的 那當然你會見到就說 百度那個叫做核心業務裡面 那其實就整體有個7%的增長 那尤其是廣告收入就有6%的增長 那當然啦 那你說 那為什麼說那個 百度那個業績叫做好預期 那但是 叫做 嗯 即後其實都叫做 你都見到即後就是一個裂口 叫做 跌了下來這樣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有幾個情況 我覺得值得留意 就是你說 你說百度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它是 就是以科網股裡面 它叫做投放在AI 或者人工智能的 其中一個比較多業務 就是相關的板塊 就是它都有一些智能駕駛 或者一些運業務都跟AI有關 那但是 你會見到就是說 它那個AI或者一些無形的變件 那個收入的佔備 那似乎現在那個增長都是不夠快 我自己就覺得 是的 或者是相對可能 外國一些叫做MegaCAP的TAC 那它似乎 AI對 即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 你說以香港上市的一些大型科網 它已經是投放最多是AI 跟AI最多有關業務 但是似乎就是 AI對它的業務的增長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快 其實你會見到就是說 叫做 叫做 可能2024、2025 其實你都會見到一些大行預估 那它的接下來的收入增長 都可能是一個低雙位數的增長 或者甚至是 貼近一個高單位數的增長 就是說如果你有AI幫助你這麼多業務 你這麼多都跟AI有關 但是你的收入增長仍然都是低雙位數的話 那似乎就真的慢了一些 是的 還有我想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就會覺得 就是說 本身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想這個也不是百度的錯誤 但是的確它 它就叫做 處身於這個AI的一個行業 那它同時間又在美股 在港股上有上市 是 我想大家今年就說 對於它受到 美國那個大選的選情 那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中美關係緊張的話 就是我想百度 被人開刀的機會都幾高 你說了我想問的問題 是的 就是大選在職了 是的 是的 就是會不會 就是有些人會看那個文官經濟 也會有一些憂慮 因素放在它那個盈利預測 裡面 是的 我想這個其實那個憂慮 就很難叫做揮走 因為其實之前曾經 它不是又試過裂口一次的 嗯 那時候不是說它 其實說它的AI模型 會用在國內軍事用途 就是很大機會被人制裁的 那你說很坦白說 現在什麼行業都會用到AI的了 那難道你在軍事上會用不到AI 其實也很難的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戰爭再不是說 拿槍去衝鋒陷陣 就是現在又打出情報戰 信息戰 信息戰 那些 那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說 國內的一些軍事組織 會不會不用AI呢 那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和百度很有關聯 我不知道 是的 但是 所以你說百度 接下來會不會受住一個中美關係 那我都會覺得這股股 也是一個風口位 是的 就是一定是可能 就是這些技術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對於中國一些高薪的 一些技術的 或者一些人工智能 就是各方面其實都 那個防備支撐很重的 是的 是的 我想華為等等 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是的 所以尤其是 就是你說百度 其實它都叫做 掌握很多的AI技術 但是 就是我想兩個 一個就是剛才我說的中美關係 第二就是說 百度似乎在這麼多的AI業務的幫助下 那麼那個盈利增長就似乎都是 不算令人很樂觀的 是的 那麼我想這些都是一些叫做 叫做 因素 為什麼其實市場 叫做 叫做 對它 不算說 太過 好 就是股價 也不算說太理想 我覺得都是有原因的 嗯 始終就是剛剛你講 很多宏觀的經濟 或者大選 剛剛說的各種因素影響著 是的 因為我見 就是有些評級都會覺得 會下調它的目標價等等 那麼我都是見得到 就是 業績當然就不是太英俊了 嗯 但是起碼都比預期叫做差不多 是的 好 收入就差不多 對 盈利也是好過預期的 是的 所以都 有這樣的成績表出了 但是 就是在於宏觀經濟 嗯 或者這樣說 你說百度 現在雖然你說它有很多智能駕駛 有其他雲的業務 但是現在它最大舊的仍然是廣告業務 那大家都會知道廣告業務 其實跟雲觀經濟那個因素 其實關聯度都非常之高的 是的 一定是 那所以你說 噢百度的話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的經濟都要做有待改善這樣 那所以你說百度 嗯 那大家對於它的前景 即不算太有信心 那我覺得都有原因的 嗯 好 那這個就再看了 就是幾樣的都是因素 剛才你都說過 嗯 將會出一些中國經濟數據 嗯 那又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很令人 就是特別的留意下的數字 嗯 那這樣就期待一下了 那麼 所以說了幾隻的業績股 那有一隻剛剛新鮮果然立出的網耳 但是這個都 都未必足夠時間去講了 嗯 看看有機會就 是不是下次再講給你上 還是今天會不會很快快快回覆一下 哈哈 網耳啊 那可以快回覆一下的 是的 那見到 看帥哥 其實帥哥 那當然啦 就是我會覺得 首先其實就是 我雖然沒有細節看過這份業績 是的 但是其實剛才看大數 都見到應該就是比了市場預期的 是的 那還有我想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 之前就是對於叫做 大家對於叫做那個遊戲那個叫做政策的風險 我想其實大家其實已經當了那件事沒有那件事的了 是的 是的 那再加上好的數 那我自己就覺得就是可能大家 你看到其實網耳已經是很快叫做 回覆一下 就是有個政策風險之前那些高位了 是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大家 它也是美股又上市的 是的 是的 這個因素 那但是我想美國就比較少針對一些遊戲產業的 是的 就是我想遊戲產業 就是我不會覺得遊戲產業是一個威脅 是的 就是 很坦白說 就是這個也是的 是的 但是你說反而近期你會見到 就是同樣是這個遊戲股的騰訊 就是其實這個股價就反而就是 很坦白說 或者是我覺得它近期很重要 好像有些跑輸大事 是的 那我想就是說 就是我想除了你說 哦 遊戲業務之外 我想其實因為 就是可能騰訊 就是它有其他的業務 都幾受 就是可能 就是騰訊自己裡面 又有幾多那些廣告業務 或者是一些支付的業務 那那些又是一些 跟雲館經濟一些關聯度比較高的一些業務 是的 所以會加插了一些策略效果 是的 就沒有網易來得這麼純正 那你說 是的 那當然你說遊戲股 你說經濟差 是不是都會不會有興奮感 當然都會有的 但是 就是說你說 叫做網易它現在的IP很厲害 那還有它又很積極地出海 那中國經濟差 就是可能海外 就是你說美國那些可能 其實都可能幫到手 那些海外的遊戲業務 那所以 就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就是形成了一個幾強烈的對比 嗯 還有我記得你也有提過 出了幾個漂亮的 都幾受注目的遊戲 嗯 就是這個名字我忘記了 我記得有提過 是的 就是在做幾次和你做節目 你也有提過網易這隻股票 是的 是的 你不記得我記得你有提過 是的 有些大IP 就是Harry Potter那些 是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叫做股價走勢 比剛才我講的幾隻業績股 比下去呢 嗯 它的確是更加是能力一些的 或者這樣說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之前叫做網易和騰訊 就是大家都叫做受著政策風險 是的 那當時其實 網易就插的機會 插的幅度是遠比騰訊多了 嗯 那當時就是因為 騰訊不是一隻純遊戲股 所以它可能插的幅度有小一點 但是現在說反彈 就是那個政策風險的因素消失了 那你插得多 那就反彈得多了 因為那個因素消失了 但是反而騰訊又因為同一個原因 可能它反彈的幅度就沒有網易那麼厲害 就是如果你說很簡單去看的話 嗯 那又可以大家看看 上方是有個 都留意到有個資金位了 176.2 其實沒有我看到它現在 差不多去到頂位了 三頂 是的 184元附近 是 那都接近了 那看看究竟是這次有沒有破頂的機會 留意著 留意著 業績上就交到了 嗯 那看看市場上面對於它這個業績 還有一些有沒有其他因素影響 嗯 不過直接看那個價格就應該 那個勢就很強了 不過差了它會補裂口 這個就是一個 時間問題了 看看它什麼時候補了 這個就 好 那今天就 大概是這麼多先 看看有什麼特別補充 都沒有了 是的 好謝謝你 好謝謝 那我多謝今天 Graven的時間 多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那最後 記得呼籲大家 記得按LIKE 按鐘仔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問回剛才說的股票 有哪些是有持有 申報回來 那今天我說的股票呢 那我自己個人就沒有持有的 那但是港交所動百度 那我公司客戶就有持有 那我可能隨時作出買買 好謝謝 謝謝 再次多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好拜拜 拜拜 拜拜